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几个 然而猫却有着一百多只 这与我国山东烟台的兔岛极其相似 猫岛被人发现后在网上广为流传 吸引了许多猫奴游客的前往 原本安静祥和的小岛 一下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身影与声音 据了解 爱原县青岛早年蜀患成灾 当地居民为了防止蜀害所以养起了猫 怎料随着时间的流逝 猫里繁殖的越来越多 最后仅超过了人口的数量 猫的数量过多 当地居民也就凑合养着 没想到因此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旅游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 如今的爱原县青岛已发展成了旅游岛 每天都有大批游客前来看猫逗猫 游客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但游客数量的逐日增加也让他们感到忧心 游客的到来多多少少都打扰到了 他们原本安静平和的日常 吵吵闹闹的生活让他们很不习惯 所以游客的到来对于他们来说有利也有弊 值得注意的是猫岛上的猫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 也没有打过预防针 它不像我们所养的宠物猫一样温讯 反而野性十足 有一定的危险性 游客们在看猫逗猫的过程中 一定要多加注意切勿受伤 旅游的发展虽然当地经济提高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当地生活的宁静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 猫岛可以达到当地生活不受影响 游客又能玩得尽兴的平衡吧 小伙伴们有没有兴趣去猫岛撸猫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